来看一下老板的舞台啊 龙弓13段简易永不磨损 为了极限的输出 宝石打的太阳石啊 一个龙弓打了13段的宝石 就是为了刷刃 13段太阳石没有人打PK啊 亮点不是布膜 是13段 简易是285加7292 也就214除0 腰带的话简易永不磨损 没有特技没有分动 就是上14段的黑宝石啊 没有别的 速度就是快 一个129系的五开龙弓 速度来到了693 全靠一个13段的黑宝石 一个字 绝 这鞋子的速度 也是一个13段 简易加有无磨损啊 全身误口简易不磨 他这个龙弓只看面板 其实是175的任务不行 因为175也不会用13段的装备 衣服的话也是极限属性力魔 相当于极限魔力 武器的话伤害 看一下他 武器的话原造型呢 是一个宝珠 13乘以个8 减去624 不伤520 高伤力魔 几千魔力 耳式 双法章一法爆 三法章一法爆 八段行为石的右边 九段行为石的左台 十三段 十三加九 刚开始上号的时候以为 马师傅是马宝国 后来才发现这马云 我十一万夫摊牌了 马师傅您谦虚了 九技能耗赛精进阶110 十技能大力金刚 这大力金刚就恶心 他就是个垃圾 这个大力金刚 他攻击的时候 给人往后捶一下 十瓦克要特别慢 我操他出奇虚弥泰山 他不比龙油刹 出奇15% 龙油10% 但是出奇的话 只能用一个大把 所以把这个宝宝 最厉害的是素质高 有出奇 泰山压顶 最关键的是 这个造型石码不快 就属于特别强 这个就是很强 就是一个人有没有钱 你不要看他开这么车 不要看他坐不坐头统舱 你看他的袜子花多少钱 我觉得一个男生的袜子 就最能决定 一个人的品质 生活品质 比如说 开帕拉没拉的 你一看袜子 他妈的是六毛钱 七毛钱的 我就是 但是老板肯定不是 就真正的神豪 袜子肯定不是六毛七毛的 我那袜子 冬天的袜子是一块九 夏天的袜子是六毛钱 就这么说吧 我任性起来可以不洗 那个袜子 我穿软了 粘糊了 不撇 再穿十天 它就变硬了 就是穿上以后呢 它能有鞋垫子的效果 就是说 袜子穿到软 有点黏了呼吸 一呼就呼 呼那个墙上的那种 你别撇 你接着穿 再穿就硬了 硬了以后 它就类似于那种不膜 就是一句话 有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